大家好 我是Jo姐姐 今天我们要用好事多 那个买怀的牛肉取下来的那一块馍 来做一道西式料理 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怎么样牛肉一肉两吃 就是那个馍分下来以后呢 我们把它冷冻起来 等你要用的时候要煮汤的时候 把它拿出来 那拿出来我这个已经先用热水 就用热开水把它汆烫过一遍 去掉它的那个烧味 去完了之后呢 你看它这个有比较大块的有没有 我就把它切成像这样比较小块 切成这样比较小块的目的呢 就是你等一下去煮的时候 它也比较容易熟 尤其像这种是筋啊 它比较硬要煮很久 所以我们就切小块一点 它熟成的速度就会比较快 好那就让我们开始来处理一下 这个把这个切完 大家应该也知道怎么切吧 我先切给大家看一下啰 首先像这种啊 你看它是比较硬的筋啊 你就要切更小块 因为它要熟成的速度又要更慢了 所以我们就不能切这么大块下去煮 要煮很久 你非常好瓦斯 现在什么都在涨 所以呢 什么都要想办法节俭 节省像电费也要涨 所以我们要切小块一点 它就会比较容易熟 就像这样切 大家大概就知道 那这种比较软的呢 那这种比较软的呢 一样也是可以把它切软 切小一点 它也是会比较容易熟 这个也是 这个有点像半筋半肉 这个有点肥肉 但是煮了以后它又会变硬 又有点像筋这样子 好那我们就大概分享一下 这样子切下来我们介绍一下 这是它的配料 它的配料大概就是要洋葱跟红萝卜 还有这个西洋芹 现在菜很贵 所以西洋芹我就只买了两三片就好了 一株要88块 一千才要55块 所以你买回来之后 这个西洋芹呢 为了避免这个西洋芹吃起来太老了 我们就可以拿一个刨刀 表面这样把它刨一下 或者是你用湿的也拉湿也可以 但是有的时候它并不完全会被你刨 那个拉湿会把它那个老筋抽掉 所以用刨的是比较好 看到这里如果还没有订阅我的朋友 记得要按下订阅 还有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同时将这个影片分享给你的婆婆 妈妈女朋友 还有喜欢做料理的朋友 请她做这道好吃的料理 给你吃你才有口福可以吃得到哦 红萝卜我已经把它的皮刨掉 是干净的 所以我们先来处理一下 我们首先先来红萝卜 我们先把它切块 切成小块哦 像这样子 然后再把它切成小 小方块 红萝卜它很耐炖 所以你可以切小块一点 让它炖的比较烂一点 比较好吃 像小朋友就会比较喜欢吃 好 这样红萝卜我们全部都切完 就放在盘子里面备用 我们切洋葱 洋葱现在因为菜很贵 所以洋葱也不用整颗啦 我们大概半颗就可以了 洋葱长出这个苗来也没有关系哦 一样照样是可以吃的东西 好 我们就这样把它切成 应该说切块 切条再切丁 全部切完这样就可以了 再来我们来切这个西洋葱 西洋葱的头比较大 我们就稍微把它切小一点 然后再把它切 也是一样把它切成小丁 那后面这一段呢 因为它比较小 我们就不需要切那么小 大概就这样把它切对半 然后切下去就可以 这样吃起来才有芹菜的味道 这样吃起来才香 这样把它放在盘子里面备用 好 大概就这样的分量 你喜欢的话就放多一点也可以 你也可以牛肉切好了以后呢 再过一次水 这个过水的动作很重要 就是让你这个烧味不见 如果你没有去的话 等一下煮起来整锅都是牛烧味 没有人要吃哦 这个牛肉用热水汆烫完以后呢 要用清水再把它洗一遍 这样它才把它那个杂质 把它起掉 对了 忘了介绍另外一个主角 因为现在番茄也很贵 所以呢 如果你不想买番茄的话 跟大家分享用这种 这种番茄泥跟这种番茄粒 来煮就好了 非常的方便 所以我今天先用 你可以用粒或者是糊都可以 我今天要用这个泥来做 因为我买了两罐的泥 所以我们用番茄泥下去 来代替番茄 效果也是一样的哦 好 锅子已经热了 我们可以把油弄得搭去 这个红热锅也可以一起下去炒 这两个一起下去炒 一点都不围和 因为红热锅要炒比较短的时间 这样把它翻炒 炒至香气来炒软 这段分炒炒到香气出来了呢 我们可以把刚刚烧烫好的肉放到里面来 跟它一起翻炒 稍微炒出香味来一下 跟大家分享一下哦 自从我把那个牛肉啊 反正什么肉类 我都用热水烫过以后 再来煮菜啦 煮牛肉煮肉啊 都不会踩到雷了 因为以前常常会煮它就煮牛烧味 这个大家都不爱吃 同时以后只要肉类 我就汆烫过 还煮出来味道 就不再会有那种 猪烧味 牛烧味 鸡烧味的问题了 好 这个我每次煮肉类 都会跟大家再分享一次 就是我这个肉怎么样处理 才不会有那个味道 好 我们继续炒它 炒到那个肉稍微紧致一点 在炒的时候 你就可以下一点这个香料下去 像我在希腊买了很多的这个香料 我就把它下下去 做西方的菜就很适合 如果你没有呢 如果你没有 就用全脸色的那个 那个羊香菜就可以了 然后肉看起来 有 变得稍微紧致一点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把这个 番茄糊 把番茄糊给倒下去咯 先倒下番茄糊 盘头里面呢 再加点水把它滤一下 这样把里面的那个 番茄糊呢 碰干净 不是很节俭的 不能浪费 好 这样子全部倒完了 这个时候就把水煮满 煮到大概八分满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就交给时间来处理咯 就让它煮滚咯 这个应该是很简单的 对新手煮不绝对是没啥问题啦 好 就这样翻搅一下 然后等它滚我们来尝一下味道 再分享一下哈 这个如果因为现在台风季节 所以那个番茄很贵 如果番茄便宜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直接用番茄下去熬煮 也是可以 但是我觉得用这个番茄泥呢 也是还蛮不错的 因为它都帮你处理好 就没有皮的问题 好 就看你自己喜欢用哪一种咯 像我如果用番茄下去炖煮的时候呢 我还要再加番茄酱下去 这样才会提鲜跟增加那个色泽 这样子加了番茄酱 才会提升它的色泽跟它的香气 那我用番茄糊呢 发现都不用了 味道十足 所以还蛮好用 下次我都知道用这个啦 好 我们这个汤滚了 我们来稍微喝一下 试一下这个味道如何 这样你才知道怎么样调味 把它盛到碗里面来试看一下 可以再加点盐巴 它有番茄的酸气了 但是少一点点的盐 再加一点糖会比较好吃 好像本身其实番茄糊里面 它就已经有咸度了 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加太多的盐巴下去 我们加一点糖下去 大概一汤匙的糖 让它稍微蒸鲜一下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可以加一点胡椒粉 胡椒粉跟这个是非常对味的 好 加多一点的黑胡椒下去 然后再把它搅一搅 我们再试喝看看 像味道有没有比较好一点 刚刚是比较死咸 所以主妇们千万不要马上下盐巴哦 记得要等到你煮到差不多了 就是滚了以后先试一下味道 再来下调味料 好 这样我们就继续盖上盖子 让它滚咯 反正再来就交给时间 我们最主要就是要把那个 肉跟那个红萝卜把它炖烂一点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就盖上盖子 然后关成小火 让它慢慢的炖煮 记得在炖煮的时候 三不五十要过来翻一下哦 不然怕等一下溢出来 或者是下面会 有的锅子下面会拔锅哦 姐姐我再来啰嗦一下 而且我发现一罐番茄糊下去 就这样够这样一大锅了 不用加两罐一罐就够了哦 好 接下来我们就给它放着 让它用时间慢慢来炖煮它咯 最后因为在放芹菜的时候 我刚好不在哦 就有人帮我放进去了 所以这边可以看到芹菜放进来了 芹菜这样就增加它的香气 这样子就煮好了 我们这一锅好吃的罗宋汤就完成了 我们就可以盛 盛到碗里面来享用它咯 哇 这个就是很美味 这个非常营养的汤品 煮给小朋友吃啊 不爱吃蔬菜 你里面也可以加点马铃薯 这样就很棒的蔬菜 你看我们这样废物利用 那个绝对不要丢掉 它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料理哦 好 这样你看我们这个汤品熬到这个红萝卜很烂了 而且这个肉呢 你可以夹一块来试试看 这样子一掐它就烂掉了 非常的软烂 这样子 嗯 吃到美味的料理就完成了 好 我们今天的罗宋汤就介绍到这里为止咯 我们下一集再见咯 拜拜 好了 我们可以开动了 这个时候你可以配上面包 或者是煮个意大利面酱 就是很好吃的 好 谢谢大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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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影片就介绍到这里为止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要订阅 还有开启小铃铛才会收到我新的影片的讯息 同时呢最重要要分享给你的老公小孩朋友 还有同事一起观看我的影片 来支持我的影片 如果你有喜欢看什么影片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会为你拍置咯 那我们下集见咯 拜拜 拜拜